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布家族四弟也胡思乱详 节目之前先打广告 快点说吧 4月4号天津博物馆 4月5号上午上学粮旧局和法族界 下午溥仪的静安和日族界 听着说正事吗 这广告打出去好像也没人看 也没人买 那今天聊一个新兴的爆火网红城市 天税 去年那一年不是火了几个城市吗 资博烧烤 天津那大爷跳水 哈尔滨东北菜冰水大世界 然后这哈尔滨那边冰雕 光化没两天天水又火了 天水靠的是什么城 什么美食呢 麻辣烫 然后这今年这是过完年的第一座 今年从公立年算的话 应该是第二座第一座哈尔滨吧 这第二座网红城市 就这么出现的如此的不讲道理 莫名其妙 这个这个麻辣烫什么玩儿洋芋切成片 然后搁上点豆制品 放上点蔬菜 再浇上一勺油破辣子 然后把宽粉酒液手擀面 这个放在一边 这一碗麻辣烫就这么做好了 就这一个高油高盐高碳水的东西 非常不健康的一道菜 不过这人类的最饮食的追求 这就是在追求不健康嘛 健康的东西从口感上讲 这玩意实在是太难吃了 这开水煮白水煮鸡凶 这玩意真健康 但是我操真这么难吃 那么天水呢 这麻辣烫火了 火的和资博和天津和哈尔滨一个套路 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 还是熟悉的味道 这摆明了 就是要再复制一次 原来那个资博烧烤 原来什么哈尔滨洞里 这种文旅策划呀 就说不上 应该已经算不上是策划了吧 就是他们抄作业了 咱常说的抄作业 你怎么不抄我作业呢 对吧 好几年前 操作业呀 这就是操作业 现在的操作业 这已经抄成模板了 就是把一个原来早已经存在的 那种地方性的美食 地方性的民俗 被短视频平台 好像是那种突然发现的 然后就是火爆出圈 然后当地政府就要出厂 就要出厂 就做一些 做一些这个城市建设呀 做一些公 公共的这些 这些政策 去 去进行这个城市建设 去方便 方便这个外地 外地人过来玩 所谓是叫接住 颇天富贵嘛 然后组织什么工人员 组织民众 你必须得 接待这些外地游客 而且是远超限度的那种热情 就是你接游客 你不能加价 你不能这个乱收钱 就是按理说 可能从机场到什么 到政府应该八十块钱 你不能收八十块钱 你最好是五十块钱 你甚至说是免费 或者你八十块钱也行 你一定要给人 给人准备跨游水 或者在这一路上 在这一路上 你必须得跟人唱歌 你必须得给人有才艺表演 就是这种 特别高出这种限度 而且是那种莫名其妙的热情 得这样才去接待游客 然后你得把外地游客 把女游客 尤其是女游客 你得崇上天 你得给他们几百号 你得叫他小肚豆 叫小肚豆 那这种 这种吵闹 这种嘈杂 就算是你不去打卡排队 也丝毫 不能躲避开这个信息的轰炸 各大官媒反复轰炸 然后呢 这个一时间就是什么热搜 就是这种议题 这种议题的重心 全都绑定在这一座城市的流量 即可之上 短两三周 长三四个月 没有任何人能避开这种信息的轰炸 而这种信息的本身 毫不刻意的说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社会价值 即便是对于这个什么天水 哈尔滨的这种城市来说 也只是突然干了一条大的 那热闹过后呢 原来什么出租车 什么酒店 该宰客了 还是宰客 原来那些摆烂的公共服务 还是在继续摆烂 你就说天水 天水那个 马路 烂了多少年了 空空洼多少年了 没人修啊 现在是卖地游客来了 突然我哀嚓一下子 我都给修好了 那行 那明年 或者说后年 这个马路再坑坑洼洼的时候 再有这个裂缝的时候 你修不修 他该不修 还是不修 他他他肯定 对啊 他还不修 然后原来 你说这个城市经济不好 这个造成人口外流 你到现在还得外流了 因为你这个旅游 你没带来那么多的收益 你没带来那么多收益 你根本没法去承 就是这个没法去承载 这个城市 没法去承载这么多的工作岗位 那人可不就得继续往外走吗 拿这个什么沈阳来说 经过冬天 哈尔滨爆火 这沈阳也是间接的受益者呀 然后我拿这几个点来说 我再去呃 带游学的时候 没发现景点有什么不同啊 故宫里边 过去没能得到修缮的展 你去现在还是没得到修缮 东三城总督府倒是开放啊 但是你展出的东西 和东三城总督没多大关系 除了贴了几张 徐日昌 西梁 赵士逊 这三个东三城总督的照片 别的没有了 然后张诗帅府 那个什么大清楼啊 就是张作霖那个司令部 他倒是多开了一层 但是张诗帅府已经 为了曲心乏化 已经改叫张学良救居了 一座大帅府 你不讲军阀 那不就等于是中国没有了山东 西方没有了耶路撒冷 天津没有了洋楼 古爱陵没有了韭菜盒子嘛 所以这流量过后你看 还是云淡风轻 风平浪静 至少是在旅游资源的这个建设上 我没看到跟原来比 有什么 有什么进步 所以现在我再看见天水这样 我只是想说一句 你们在流量狂欢的时候 能不能小声一点 吵到我了 别别吵我 感激不尽 这个感觉就是 就是真就是小孩 然后演戏给大人看 还觉得自己演的挺好的 我呢 我是特别讨厌这种宣传方式 我不是针对甘肃 不是说那哈尔滨你就 就行 沈阳就行 天水就不行了 我是讨厌这种 这种方式 我对甘肃 我对甘肃没什么成见 我有个挺好的哥们 我就跟他关于挺好的 他就是甘肃人 他甘肃下雨关的 我跟他就挺好的 你说甘肃这个地方 有很多文化啊 河西走廊文化 张业历史名城 对吧 这张业什么意思 张中华之毕业 是恶匈奴之咽喉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叫张业 就是就是整个这个人 打开这个动作 他又叫张业 然后张千丝绸之路 什么那个霍居病 齐连山 你有这么多历史文化 然后呢 你用一个非常尴尬 非常肤浅的麻辣烫 来宣传自己 这我非常反感 你没有任何的徐徐渐进 一大口麻辣烫 塞嘴里了 还得说好吃 这就跟完成一个什么任务一样 我还是说 我是讨厌这种宣传方式 我不反甘肃 这个这个有甘肃的朋友 这个别别别别别那啥 别别误会 你们别误会 嗯 行 那冷静下来再说一句 就是就算是甘肃 他不是天水啊 天水天水 他有旅游文化底蕴 我也不看好 因为文旅的要素啊 我觉得是有七个啊 吃喝玩乐 然后购物照相游览 七要素聚齐 那才是旅游业 那么就是我为啥喜欢天津 天津对我来说 是能满足这七要素的 吃喝玩乐 然后购物照相游览 这这我吃 他是可以满足这个 这七要素的啊 那咱先说这吃喝 那一道菜能推红一座城的话 然后吃一下专门去一趟行不行 这也不是不行 玉林狗肉节不就是吗 还有那广东神井村 那神井村能吃到 无法复制到的烧鹅呀 或者为了那个啤酒去一趟青岛 我觉得这都可以 不过这有一个要求 就是这款美食 必须要有极强的诱惑力 和非常高的不可替代性 真就是换成别的地方 就找不着了 青岛啤酒都不是 这应该是说那个四川 还是重庆那个九宫和火锅 他是就是有这种诱惑力 和不可替代性的 然后再加上我说那深井村 那个玉林狗肉节这都是 那么大多数地方 这个什么地方菜 像什么西安肉夹馍 像天津包子 这些他是撑不起 这一趟旅行的 那么吃喝说完了 那玩呢 玩照相游览 这个就需要厚重的历史了 其实历史啊 在旅游当中 它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因素 像2023年 就是全国旅游收入 占前五的是谁啊 北京 重庆 上海 成都 广州 基本上还是人口 经济交通 他们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甘肃那个文化 很厚重啊 你看中国旅游那个标志物 不就来自那个五威吗 那个同门马 以前叫马他肥样 他那个那个logo 不就是不用 就是中国旅游那个logo 不就是他吗 那这 肯定是厚重 然后天水也有什么 麦其山石窟 这样的重磅国宝 不过观众更感兴趣的 其实不是历史 而是奇观 就是那种惊为天人的奇观 长城比马俑 这个叫奇观 就是吸引万千游客 拼了命 急死 我被宰了 我也得去的地方 那么春节之前 就是大火的那个哈尔滨 他也是奇观 就是你看 哈尔滨年复一年子 做冰灯 做雪雕 做到了天下无敌 然后在冬天 给你们看这玩意 这真大个是吧 这真是奇观 你看为什么说 现在巴黎 现在那么乱了 还有那么多人愿意去玩 因为埃菲尔铁塔 巴黎圣母院 什么凯旋门 这奇观实在是太多了 为了奇观 看见这么多奇观 为了我在手机里拍一张奇观 那值得自己付出手机 被什么那些刘拉罕摸了 这代价啊 你看这是就是旅游的奇观 要比厚重的历史更重要 另外呢 天水还有一个很大的缺陷 是没有乐子 就是你找个由头发泄一下 这是现在这个时代 说走就走的动力啊 我去资博吃一顿烧烤 我看一场冰远大世界 我看一场贵州村超啊 或者是我去天津 看那些老头去跳水去 这个都能带来精神上的极度放松 那么请问天水是一碗麻辣烫 一碗麻辣烫 这可能一瓶啤酒 他连一瓶啤酒都救不下去啊 就是我这麻辣烫吃完了 然后我这啤酒没喝完呢 最后这个因为菜没了 我这酒喝不下去了 那你说这样的一碗麻辣烫 我用不了20分钟就能吃完的东西 他能支撑起来乐 这一个这么大的热情吗 现在这个大时代之下呀 网红城市批量的建造 已经说是越发的有套路可循 什么有好吃不味 性价比拉满 什么交通 然后你懂营销 你再抓住机遇去造个市 那满足以上什么交通 有美食啊 有这些要求 然后就是符合这几个要求 但凡是有平才再去给点流量 那么他就是造星运动当中的下一个网红城市 吃准流量 你说挣一个快钱可不可以 这不是不行啊 这相当可以 这太行了啊 咱可以去挣快钱 这挣钱吗 不嫌什么什么快呀 什么慢的 只要能挣钱都是好样的啊 所以说吃流量啊 挣一个快钱 这个方式并不是不行 那只是希望在这种突击式的热情 这种三分钟的热度过去之后 然后呢 能看到这座城市 他会可以前比有一种改变 这个改变就是他会发自内心的去尊重这个城市和社会的发展规律 这其中包括流量 也包括那些需要日久见人心的城市建设 另外就是咱别总想怎么去招揽外地的游客 让他们过来消费 咱别总想怎么对外地人好 想对外地人好之前 我们要先对本地人好 消防部门少去那些个临街店铺 去卖灭火器 然后比什么都强 你再一个把什么市场化呀 法治化呀 这些内力练扎实 那就比消遣脑袋去人为的造一个热点呢 爆点呢 这个要有效的多 好了 关于这个天水麻辣烫啊 这又一次按照套路的爆火啊 咱们今天呢就聊这么多 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各位 感谢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